许多大型开发案应涉及山坡地开发 都需要接受环平公开审查 但唯独农委会主管的水土保持计划 不受公民参与监督 导致不少业者造假 让水保计划草率通过 立委成焦华跟刘建国7号召开记者会 呼吁修法让水土保持计划审查资讯公开 历经三年审查人争议重重的码头山掩埋场 在自救会努力下揭发业者造假试证 水保计划草率通过的后果 就是一旦发生水土灾难 将会危及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不止码头山掩埋场 雅宁新城山矿场同样牵涉环平跟水保计划审查 过去也把当地居民参与权排除在外 最醒目的案例就是台拟开发案 那基本上它不是只有矿业化的问题 它还有相关延续下来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台湾大家都非常清楚 山坡地所占了面积大过平原的面积 所以水土保持真的对台湾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规范 水保局回应 目前已严理修正水保计划审核监督办法 且通过后中央政府或民间主导的开发案 接议题试用 那我们现在是收集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会修正水土保持计划审核监督办法 纳入水土保持计划的资讯公开 跟那个公民参与 那我们审核 我们把法令修正完之后 就是全国就一体试用 水保局表示 最快本周就会提出法令修正 及系统平台建制初步构想 于立委言商后 再邀及县市政府跟中央部会召开协调会 后续进入法令修正作业 院士新闻 九谷 许家荣 立法院采访报道